哈嘍大家 今天呢 這支影片 要帶大家吃十家 十家 十家 紐約必吃的甜點 這些都是很高人氣 但是有些店我有吃過 有些店我沒有吃過 所以接下來就要帶大家 一起一一去品嘗啦 Let's go 現在十二點 我們來到了 Dominic Ansel Bakery 然後竟然有對 我的天啊 我現在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我特別想吃一個東西叫 Cronut 它是Croissant加Doughnut 有Doughnut的外表 可是是可頌的內在 然後呢店員跟我說 那個都是每天一點就買完了 現在是十二點多 耶買到了 Cookie Shot Cronut DKA Frozen S'more 哇 這個切麵 表下去有點像泡谷 它後面還有Glaze 因為它有甜點圈 它裡面又是可頌 好吃 爆醬 好 接下來要吃這個 Frozen S'more 好吃 裡面是巧克力 然後在裡面是 Vanilla Ice Cream Focus WOW Cookie Shot 天啊 低汁低汁 它就是看起來很好看 吃起來很普通 外面是巧克力餅乾 然後裡面還裹了一層 感覺像Nutella的東西 好甜喔 層次感很多 真的很像蝴蝶酥耶 是那種比較有彈性的蝴蝶酥 也不會太甜 在那個Cookie Shot之後吃 基本上就是沒有甜味 我覺得我還會想要再回來吃 Kronut跟那個Frozen S'more 然後還有那個Machalate Machalate Machalate 第一家成功 就是在小紅酥上很火的一家甜點店 她的老闆娘是法國人 然後她的甜點就是很精緻的那種 她的甜點 上面這個Mousse很軟 柚子香 那個茶皮有點脆脆的香 OMG 好好吃 五花果 我的香味很甜 然後加上這個Mousse軟軟的 讚 巧克力蛋糕 不臭不臭 對 我覺得很甜 就是 就是 那你覺得 哇 因為它有加堅果 所以堅果有點鹹鹹的 然後它又是黑巧克力 所以那個味道是完全不膩 有點 鹹鹹甜甜的 可是是很好吃的那種 讚 這是一家很有名的餅乾店 這是一家很有名的餅乾店 熱餅乾 然後中間很厚的那種 我們點的是 Dark chocolate peanut butter 喔! peanut butter 對 Oh my gosh 沒有 它真的就是軟餅乾的那種 所以它外面是脆脆的 然後裡面很軟 黏 有沒有 看不出來 有點像brownie 必須說這個吃到後面會有點膩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配什麼牛奶啊 或是咖啡這種的 然後 要跟別人分一半吃 我自己絕對沒辦法吃完一整片 太甜了 跟我分 剛剛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我超級喜歡的一家馬卡龍店 它其實是來自法國 但是紐約也有分店 有經過這邊來買馬卡龍吃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買的口味 Fashion Fruit Rose Raspberry Lychee 開心果 黑加倫 Black Tea Honey 對 然後這個是Lemon 把這個捏起來 Oh my god Frazzle 裡面很suey的那種口感 啊那夾心是黃色的 對就是Honey的味道 它很香 它很香 酥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咬進去 很Q的百香果果醬的那種感覺 巨好吃 吃了一口之後 嗯 就是這麼好吃 哇 今天來到Hart 一個很有名的日本蛋糕店 有沒有吃過 的地 它的側面其實非常的精彩 葡萄 香蕉 草莓 奇異果 下面的是哈密瓜 完全不會太甜 比較吃到的是水果的味道 它真的比LadyM不甜 非常非常 會願意回購的那種 但是11塊真的有點太貴 今天我們來到了Magnolia Bakery 這是我超級喜歡的一家甜點店 我很喜歡他們的Banella Pudding 它邊讀書邊吃 就非常distressed 好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口味 有點爛爛的香蕉 因為是巧克力口味 所以它是巧克力海綿蛋糕 instead of 原味海綿蛋糕 還是覺得原味最經典 軟軟嫩嫩甜甜的 會讓你幸福感飆升 我覺得比原味好 雖然幾巧克力 紅絲絨跟Potetcial 開心果的 上面的那個開心果 很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的 Crab cake不夠濕潤 沒有到那麼經典 來 吃吧 我再吃一口 好 吃紅絲絨 他說他推薦 上面是Cream cheese的 instead of Vanilla 吃下去的時候 不會只是死甜 它有一點甜甜鹹鹹的 蛋糕體很濕潤 真的很好吃 回味無窮 大推 大推 點了一個 Strawberry Mochi Donut 還有一個 Yuzu Cream Puff 五塊的飲料 其實也算是Average Price 我的天啊 還有筋骨耶 好誇張喔 哇 怎麼爆漿 還有餡 甜的很滿 完全沒有一點點縫隙 它裡面的奶油做的順口 就不會覺得太膩 很漂亮 上面還有什麼 珍珠之類的東西 Mr.Donut的那種 那種 它的內餡是真的 很Q 它是叫Mochi Donut 我們今天來到了 Spot Dessert Bar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家店 來過很多次 然後每次來一定會點的是 它的Matcha Lava Cake 還有它的Golden Toast 這家店是從NYU附近崛起的 然後它現在到Flushing也有店 但我們現在在這家是 West Village的店 West Village OK 讚 再配這個火茶冰 它上面就是巧克力碎炫 下面有點像是蛋糕 有點creamy creamy creamy 還不錯 這個廚師我超愛 這個就是酥酥的 超級好吃 它裡面還有果蜂蜜 所以就甜甜的 還可以加冰淇淋一起吃 超好吃 我覺得它是紐約最好吃 我吃過的啦 最好吃的起司蛋糕 點了三個口味 哇你看就一按下去就很鬆軟 這個起司味很濃很香很綿密 它底層還有那個巧克力 好吃 接下來是Raspberry的 欸很好吃欸 它那個Raspberry的果醬 非常的Raspberry 就是它自己做的Raspberry 你知道嗎 好 吃第三個 它是那種 烤焦糖的起司蛋糕 上面它剛剛還有加了一點 應該是焦糖 焦糖看起來很焦 對啊很焦欸 真的吃得當那個脆脆的焦糖 但是綜合起來 我應該是最喜歡Raspberry口味的 酸酸甜甜很好吃 哇 今天去的這家叫Tekki Tekki 好漂亮的紫薯 日本青蘇波蛋糕 然後它是只能買一整大怪人的 這是紫薯的香味 超級香 它的Hatcher很特別 你們看見它那些細縫 就不是像一般的起司蛋糕一樣 有沒有它就很高 雖然像是海綿蛋糕和起司蛋糕的合體 但是它不會像海綿蛋糕一樣這麼乾 它就是很濕潤的 好那以上就是10家我覺得紐約必吃的甜點店 推薦給大家 哈囉大家 哈囉大家 你在吃上天海 我的媽呀 但是我還是不會給它投錢 因為我沒錢 為什麼要把口罩戴上你說一句話的時候 看起來好吃嗎 好吃 像頭版吧 我們來吃一口 謝謝 謝謝 istä